你 你刚来 是不是不知道吃什么 楼下有几家不错的餐厅 要不带你去熟悉一下吧 你要是太忙就算了吧 哪家餐厅 哪家餐厅 手机不爱开声音的 应该没那么快看到吧 你想吃什么 走啊 跟我吃饭去 请我们部门小朋友 来顿开工宴 你给讲两句话 振奋三军 不用了 别搞那些虚的 你吃 不对啊你 约人了 没有啊 去哪儿啊 吃饭了 不行 你去摄影棚了 你一个人忽悠谁呢 那平时外卖对付几口的 是不是约了于夏恩了 要不还一起得了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隐私 行 吃得开心 吃得愉快 别误会 我主要看他上午那个状态 估计连一个陪他吃饭的同事 都没有 你别误会就行了 毕竟你只是那个 丧了的 但你着急 你先滚 于夏恩 上班时间干嘛去 编客户 喂 妈 怎么了 花花 是我 我知道 不是吗 缓缓 你可是当妈的人了 别任性了 去北京这么些天了 该回家了啊 父亲俩哪有不吵架的 吵了架得关起门来解决 离家出走算什么 妈 你知道徐文松 在我院期跟别人乱搞的事吗 那女的她却养在厂子里 你们知道这事吗 爸经常去厂子 爸应该知道吧 你爸哪有心思管内线 我也是这两天刚听徐文松说的 她说他们没什么 你要是不高兴啊 我出面去给你解决好 行不行 什么叫没什么 那女的都给我发信息了 说徐文松跟她说 等我孩子生了就跟我离婚 我是生孩子的机器吗 合着我对你们家 就值点生孩子的价值是吗 缓缓 蛮人人嘛 在外面搞事业 逢场作戏你也相信啊 说到底 你们才是一家人嘛 哪有你这样一足了之 不关不顾的 你不是给别人机会吗 妈 她爱逢场作戏 就让她去做吧 我挂了 我怎么不吃啊 不饿啊 我不吃 我想知道 现在你是甲方 跟你吃饭 是你买单 还是我买单 不是 你至于吗 你吃吧 我来买 算了 我们这行 和甲方吃饭 是要主动买单的 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 我看你吃总行了吧 你买没买单 没人会知道 徐总 有的话 我先说在前面 你是我们想要 拿下来的客户 人多嘴杂 更何况你是甲方的老大 我只是以方打杂的 我不希望我们变成 别人查钱犯后的八卦 你是怕万一 咱们真合作了 别人说你是靠我的关系啊 我现在什么都怕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从别人的笑话里 走出来 我知道你有压力 你放心 我不会跟别人说 如果是以前 我会放弃这份工作 来避免和你产生交集 但是现在 我想珍惜这个机会 毕竟从小优等生的我 却在三十岁 换成了一个茶生 原来这个世界 你考了多少分 你就是多少分的人 而我大概就是不及格的 我不想再被任何人影响 只想交一份满意的考卷 一个分数 看上去不太难看的人生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所谓成功的人生 别人的眼光 那些都不重要 以前是我太年轻了 我现在才意识到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我们各自努力吧 看看在没有对方 拖后腿的情况下 我们的极限在哪里 好 我答应你 那这一顿就当是 来自于甲方提前的祝贺 恭喜入职 我请你吃饭 毕竟以后 你还要经常为我工作 不用了 我今天来呢 是有些问题才问你 需求是什么 什么需求 营销需求 还有你们大概的预算 以及想要做到什么效果 方便的话 我还想了解 你对繁星的 长期市场规划 如果不方便 你也可以不用说 我们现在是最普通的 甲方医方